就在这个疫情非常紧张的时刻 竟然还有人不遵守居家检疫的规定 到处爬爬走 在台中市神岗区有一名台商 1月21号从中国大陆返国 居家检疫才三天就离开住处高达7次 严重的违反了防疫规定 台中市长卢秀燕震怒 认为说这名台商是居家检疫于无误 造成了社区染疫风险传播大增 违规情节重大 台中市卫生局也决定要重罚他 最高金额100万 台商回来台湾却没有乖乖居家检疫 监视器拍到他走进电梯 口罩拉到下巴 不只外出购物还忙着修车 三天不到他偷溜了7次之多 邻居归劝他却引发口角 离干事协调不成后直接通报 市长卢秀燕震怒绝不宽戴 卫生局决议依法重罚100万元罚还 重罚100万元 而且把这个民众已经强制 送集中检疫所集中检疫 市府强调这名台商市居家检疫规定于无误 造成社区疫情传播风险大增 违规情节重大 此外男子强制集中检疫期间 无法领取每日1000元防疫补偿 还需自付每日3000元集中检疫备用 眼看疫情升温 卢秀燕更提高防疫层级 连户外的活动都要戴口罩落实许名制 外部部立桃源医院发生群聚感染事件 部分县市发出禁逃令 卢秀燕则说台中市不但没有禁逃 还有助逃是医疗资源有伸出援手的现实之一 持续予以协助 大家放心 因为不管是哪里人 我们都是台湾人 另外全节将至 台中市环保局防疫消毒大队 每月消毒579处户外高风险地点 1月底前会加强消毒人流移动聚集的高铁台铁车站等 重要交通场站及周边道路 也提醒民众 勤洗手戴口罩不要忘 记者中部藏报道